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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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觀眾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 桑川GO OBPA 好浪漫喔 他是我的韓國朋友名幻喔 我今天帶他來到的是 新竹內灣這個 非常有懷舊氣息的地方喔 懷舊嗎 為什麼這邊那麼懷舊呢 好的 各位觀眾 說到這個內灣 早期是林業跟礦業 非常的發達喔 那麼隨著時代變遷 逐漸沒落 現在是轉型成為觀光發展 那麼目前老街最大的特色 就是懷舊跟動漫 這樣說你有比較了解嗎 我這裡一直半解喔 一直半解是不是 沒關係 我請當地最帥氣挺拔的 商圈理事長來告訴你 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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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你好 帥哥耶 理事長還幫我們講一下 這個新竹內灣 為什麼是以懷舊來吸引更多的人潮呢 內灣老街是四零年代五零年代 那我們是一個木材礦業的集散地 那現在呢我們是以客家美食 及動漫 野漿花系列的食品 在內灣吸引更多的觀光人潮 哇 那聽完這是迫不及待要一起去 三千 Go 出發後走著走著 我們被一旁的大片花海給吸引住了 哇 這裡有很多漂亮的花喔 這是什麼花呢 這個叫做野漿花啊 是新竹內灣這邊盛產的花朵 而且在內灣老街裡面 很多的店家都用這個來入菜喔 象徵客家人的精神 迷幻很難想像 野漿花要怎麼吃呢 我呢第一站先 帶他來探訪野漿花粽 不過吃之前 老闆要我們打扮一下 帶上野漿花做的花罐 再來個DIY 老闆娘要先怎麼做 就是第一下要先摺葉子 要把它摺好 摺 這樣子 這樣摺 這樣子啊 你跟他講一下 你為什麼比我還要 三分之一啊 台南女生都不會煮菜嗎 那麼就三分之一 對 這樣 這樣 菜也有這個 這裡有這個 真是的 是拿飯囉 拿飯 我最會了這個 拿飯 真的嗎 今天那個人家會有 然後裡面放再什麼東西 放香菇 太多肉了吧 太多肉 肉太多肉 肉太多肉的話 沒有口感 沒有口感 對 沒有那麼好吃 太多肉或肥胖 你什麼都滾到 好 這樣OK 好 被冥犯發現我對煮菜 不是很拿手啦 真不好意思 不過拿下去蒸 這可難不倒我 哈哈 十分鐘後就可以吃了 野薑花 對啊 野薑花 跟香菇都香氣放在一起 很香喔 淡淡的那種清香 不會像一般肉鬆那麼油耶 不會像一般肉鬆那麼油耶 雞香 而且這個豬肉沒有那麼肥 對 而且那個裡面的飯也是很QQ的 好吃 不是 不是 我這個地方記得喔 這間那個女人士上看過的那個地方喔 這是戲院嗎 不是嗎 對啊 它是戲院喔 可是它不是一般的戲院 它是可以吃飯的戲院 韓國有嗎 韓國沒有啊 沒有是不是 那我帶你進去瞧瞧喔 好 你看你看你看 這裡喔 對呀 這些都是台灣過去的一些老電影喔 好 歡迎光臨 兩位來到我們內灣戲院 對 我們內灣戲院是五六零年代的老建築 對 那老闆的用心把它改成不合適的餐廳 那我們這邊很多特色的料理 歡迎兩位用心的餐廳 好啊 好 謝謝 邊看電影邊吃當地的創意野薑花料理 有酥炸野薑花 野薑花三層肉 還有湯頭清香的野薑花共丸湯 真的是一大享受耶 除了野薑花料理 當地還有古早味的小吃 像是老闆特別用檳榔新品種的芋頭 做出的藕龜嬌 質地綿密 吃起來咕溜咕溜的Q度 讓人想忘記也難 爸爸 你看有那個黑糖糕 我很愛吃的耶 黑糖糕 你看 這是什麼東西 這是不是哪幾屑糕嗎 黑糖糕 這我也不知道耶 問一下老闆 這個是我們的紫米黑糖糕 這個跟一般黑糖糕怎麼不一樣 它跟一般黑糖糕不一樣 因為紫米比較難做 所以一般整個另外沒有人做 只有我們 這樣子 它發酵時間就15個 你看看 更黏 更Q 比較Q 對 對 靖怡 今天你介紹我很多好吃的餐廳吧 所以我之前留在旅遊市場看過的 很好稱的麻糬店 我要介紹你 很好吃 麻糬不是就麻糬加個花生而已嗎 你是真的台灣人嗎 還是我是台灣人 先請去吧 這個是牛昏水麻糬 這個是紅豆麻糬 豆花吧 對 我剛才說過了嘛 真的好吃很特別的 真的是麻糬 我們家的麻糬跟外面比較不一樣 外面的都糯米做的 我們家全部都是純牛奶 純牛奶喔 對… 你吃看看 不講我真的不覺得它是麻糬耶 好好吃喔 很好吃 所以我熟不出來 而且鮮奶味好濃喔 另外我跟你說來到客家村 你一定要喝這邊非常有名的客家擂茶 擂茶嗎 喝了就會感動有眼淚的擂茶嗎 當然感動喔 因為超好喝的 走 我帶你進去 到底擂茶是什麼東西啊 為什麼要等這麼那麼久 真的不難喝喔 好了啦 你不要吹了啦 我好了…這個就是擂茶 來…我倒給你喝 哪有喔 這顏色好像那個抹茶一樣嘛 不是嗎 哪是抹茶啊 這差很多 這裡面有二十種的料喔 你看客家擂茶 招待客人用的喔 貴客才有 怎麼樣 真的 跟抹茶完全不一樣 不一樣對不對 很濃對不對 對… 可以介紹我怎麼做嗎 等一下教你怎麼做 不過在做之前 我們先來吃這個客家料理 邊吃這個客家料理 邊喝這個冰冰的擂茶 很過癮喔 這份是我們剛才喝到的抹茶嗎 對啊 我說你要先把這個花生搗碎 然後再沿著順時鐘這樣轉 左手放在上面 這樣比較省力喔 你是年輕人嗎 不是啊 那你怎麼知道 對啊 剛才有老闆找你吧 那還不簡單 我有這張啊 DIY解說 自己看就知道啦 我有這張喔 我會知道 中文啊 那我自己來吧 老爸 你今天第一次跟我出來旅行 感覺怎麼樣啊 很懷舊的感覺喔 怎麼說呢 因為在韓國沒有怎麼那麼懷舊的地方 那韓國是怎麼樣的 韓國人比較喜歡那個長信長信的嘛 壓力很高喔 帶你去另外一個鐵道文化更豐富的地方 這麼高嗎 走吧